雅足连U16锦标赛16日在辅大足球场展开F组资格赛 中华对手战劲敌香港 虽然在上半场挡下客队猛攻 可惜换边后应变不及 让香港在下半场开赛12分钟内连下两成 终以0比2落败 另一场汶来则以4比0完胜澳门 其实这场球并没有踢得不好 原本训练战术都有发挥出来 下一将于18日对阵一胜的问来 中华对教练平田里次说 接下来首先要做的是心情的转换与充分的休息 这场比赛表现好的地方很多 会着重在告诉球员这些部分 中华对此一义书在第55 57分钟被香港唐晓峰王毅连进二球 不过在现场球迷的加油声中 小将最后15分钟的反扑其实相当精彩 可惜没能破门 香港的西班牙街角头布拉沃 Xivi Bravo也赞赏说中华队今天踢得不错 场后调整战术后才拿下两分 对中华队最后15分钟的表现很深刻 中时电子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